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AYO,手把手教你使用UDK 首先我們要開啟的是Flash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一個簡單對話視窗的UI 調整一下我們的版面 調整完之後呢 我們新增一個影片片段 那在這個影片片段裡面呢 就是要輸入我們 在對話UI裡面所要顯示出的文字訊息 那輸入完成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打散,再打散 那再新增另外一個圖層 那在這個圖層上面按右鍵 把它轉換為遮測片 那這個主要是為了要製作一個打字機的效果 那都好了以後,那我們就 開始會是我們遮測片吧 那大概是每隔兩個Friend 就讓它 就圖滿一個字 就是讓它顯示出一個字 一旁邊 一旁邊 會有的 那邊 有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最后一个Friend 帮他加一个stop的script 那这样好了之后就回到我们场景里面 然后将刚刚做好的影片片段拉进来 那放在适当的位置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进行发布了 那首先看一下我们发布设定这边 那我们不需要HTML 就不要勾选 然后在Flash这个栏 里面播放程式我们改为Flash Player 8 然后就可以确定 那先存个档 那就存在桌面就可以了 那组成好之后就可以将它发布 那接下来回到我们桌面 那我们新增一个资料夹 那把名字取得跟我们档名一样 那将刚刚的Flash原始档跟发布出来的SWF 一起丢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接着再把这个资料夹 是要丢到我们UDK里以下的资料夹 那开启我的电脑 那开启我的电脑 然后找到安装UDK的资料夹的摸入磁碟机 然后UDK UDK UDK GAME 里面的Flash 然后将刚刚这个资料夹丢进来 那就在这边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启UDK了 那这边所使用的是2012年2月的版本 开启之后呢 我们看到我们那个 Content Browser里面 那我们把Info进来 那找到 刚刚就是资料夹存放的地方 然后UDK UDK UDK GAME 的Flash里面的TALK 那Info进来 那这边不用管它 直接按OK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SWF MOVIE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触发它 让它显示在我们的游戏画面上面 那触发的话 当然就是新增一个TRIGGER啦 那在这个TRIGGER 先把它不要隐藏 然后打开KISS ME 然后把它加进来 那用TOUCH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碰到就要让它触发 那接下来 就要开启它 那就是要 OpenGFX MOVIE 那有了之后就把它连起来 那在里面我们要开启的Movie是哪一个呢 那就是刚刚的这个SWF MOVIE 那确保它在选起的状态 然后把它加进来 那谁要去开启它呢 就是我们的Player 所以说 我们还要再加入一个Player 那也是一样把它连起来 那标Player就是我们只要玩家单一个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构建我们的场景 然后来测试一下 那在这之前先准个档 那就来重建我们的场景 到来 碧屏 呢 那 咱 感谢观看 充电完了之后 我们再储存一下 那就可以来测试我们场景了 那就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所输入的 那个 对话的内容 就显示在我们的游戏 视窗的下方 那接下来呢 因为这个对话视窗 总不能让它一直在那边 所以说我们就是必须要 设定就是可能要 让它过一段时间消失 或者是 经过某一个事件之后 让它消失 那所以说我们再加一个trigger 那这个trigger呢 加入之后我们也是打开 kismay 然后把它再加入到 kismay里面 那也是用touch的方式 那刚刚我们是用 open gfxmovie 那现在要关闭 那当然就是用close 把它加进来 那把它加进来 那 呃 我们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加入一个 object的变量 那让这两个movieplay共用 那让这两个movieplay共用 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促成一下 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再进入到游戏里面测试 那这样我们就关闭了 我们再进入到游戏里面测试 对话视窗 那也许你不想用触发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 那就是 呃首先先把这个 把它break 掉 我们也是一样把它连起来 那当然不能 呃开了以后就马上 让它关掉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设一个 delay 那你要delay多久呢 呃我们先delay个 三秒好了 那再进来测试一下 那经过了三秒时间以后 那我们的 对话UI就已经关闭了 那这就是今天简单的UI教学 那教学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那最后打一个小广告 吞噬天地3 那这一款是 制作游戏 那是使用 onreal的引擎 不过 不是onreal 3 也不是UDK 而是用onreal 2.5 那游戏性非常的有趣 那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品尝一下 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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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